艺术家王梅琪进行环岛的壁画创作 希望能够将梦想与生活结合 艺术家王梅琪在屏东创作壁画 星空 蓝白色相间的天空 点缀着闪闪发亮的星星 广大的草原旁有一只看着风景的小狗 将屏东科技大学的风景如实地呈现 美丽的夜空象征着它发光的梦想 坚持下去的热情的部分是因为 我真的很喜欢画画 然后我从五岁就开始画画到现在 然后壁画是让我觉得最有发挥的空间 因为壁画的面积比在纸面上创作来得大的很多 所以我觉得那发挥的面积也相较大得很多 而且它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有发挥的空间 然后再来就是借油跟墙壁的触碰 会感觉到其实会有这里不同的氛围存在 然后因为我之前画过的壁画也有在 就是比如说室外的水泥墙上 然后木头墙上 然后跟细酸盖板上的材质都是有去创作过的 然后我的目标是在30岁之前 可以让台湾的每个县市都拥有我的作品 因为创作壁画与台湾各地的人结缘 同时也能进一步认识当地的生活 结合每个地区的特色 加上自己的创意 五岁就开始画画的王梅琪 也因为壁画开启热情冒险的新夜 十方新闻归文许建议 屏东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